為了防止國軍酒駕事件發生 華瑞防衛指揮部針對防衛區域 具有原住民身份的士官兵進行照冊 除了記載所屬單位官階等資料外 還要住民所屬族群和部落 參加祭典還需要長官陪同 軍方表示這麼做 是為了防止酒駕事件發生 軍方強調不是不能喝酒 只是提醒國軍不要酒駕 但是族人認為這樣的造冊方式 把原住民記憶跟飲酒劃向等號 認為歧視意味濃厚 現役軍人感到委屈 而部落族人面對軍方造冊 認為就是加深原住民喝酒的刻板影響 很嚴重 變成說外界人一聽了 他就是喜歡喝酒 還有人不喝酒的 軍莊討論過很多連坐的問題 他也是希望在他任內 不要有狀況能夠平安申請 是用喝酒而來管制 我覺得這個就有點是侮辱了 這是一種侮辱 軍方強調絕非針對性 原住民士官兵面對造冊管制 漢民族跟客家族群卻沒有相同待遇 造冊是否也讓原住民士官兵 套上酗酒的刻板影響 這樣的實證是否破壞原漢之間的和諧 值得省思 記者比亞文鑑加特地板 台東採訪報導